大家好,我是瓜奧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要來教大家 團隊競技到通用的滑蠶技巧 不知道各位以前在團隊競技中 有沒有使用過滑蠶射擊 滑蠶跳躍或是任何滑蠶的技巧呢 沒有的話那也沒有關係 看完這部影片就能真正認識滑蠶喔 那在影片最後會有有獎真答 只要答對片尾的問題 並留言在影片天魂或是留言欄 就有機會獲得絕地求生M 官方送出的實體或虛擬獎品 那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看下去就對了 Let's RO 首先來講最基本的滑蠶怎麼使用 當然是先到設定把咱們的滑蠶打開 這樣才能在咱們的團隊競技地競中使用 使用方式 讓你在跑步的情況下 按下蹲下按鈕 就可以開始滑蠶囉 看到這裡是不是該開始滑好滑滿 看到以前那些滑蠶擊殺的人 帥氣的擊殺 現在你也可以啦 再來滑蠶跳躍 就是在滑蠶的情況下 按下跳的按鈕 這邊要多多練習 不然滑蠶跳躍會跳的不順暢 要在滑蠶快結束的時候 按下這樣才跳的高 滑蠶預開 其實這就是咱們這集的重點 因為其實滑蠶主要分為逃跑與攻擊 攻擊的部分呢 就是滑過去預開與預開鏡 在有掩體的情況下 滑過去預開在敵人有可能出現的掩體後 可以讓敵人不知所措 有時候敵人沒有發現 就可以慢慢打咱們的敵人 這是咱們所說的偷襲 那滑蠶預開鏡的部分 可以是早已知道敵人的位置後 迅速滑過去做預先瞄準的動作 準性移到主體 就可以瞬間秒殺他 滑蠶預開鏡也可以是一個習慣動作 因為團鏡的地圖大多都比較小 所以在滑蠶後 遇到敵人的機率是非常大的 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狀況 滑蠶後都習慣預開 若沒有敵人在關鏡 再來比較進階一點的打法 滑蠶後順勢戰起 不用滑蠶優勢無聲無息的到敵人背後 他需要一點時間才能發現你 這時你只需要利用這招 試試戰起穩住自己的彈道 並且精確瞄準 基本上可以幾乎完全無損即殺 滑蠶後接拜佛射擊 拿著上一集已經有講過了 拜佛射擊在絕地訓練營的教學中 每一集都要仔細看 這樣才能在每一集學到精華 並且跟絕地訓練營變強喔 滑蠶後接拜佛射擊 是一種活用的用法 其實就是單純的把拜佛射擊加入 因為在很多對槍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難預測帳況的 所以要靠自己會的東西來變通 強化自己的機動性 所以在這個基礎下 絕地訓練營教學過的東西 都可以在實戰中活用 自然、蹲射、拜佛、陀螺魚、柿子等等 都是可以強化自己的機動性的 接下來以實戰來說明吧 各位有發現嗎? 我在滑行的過程中已經先探到敵人的位置了 這時我們有兩個選擇 微一點的方式就是起身架點 但團進就是要刺激 我選擇直接接一個滑鏟 加上拜佛射擊 試試將敵人直接擊殺 大家也可以發現我滑過去 他想跑也來不及 那這邊就是比較基本的 從敵人的家裡繞備 因為滑行比較難被發現 也容易偷襲敵人 所以基本上槍法穩住 都能夠帶掉敵人 那大家可以看到剛剛那一波比較有趣 其實是我先看到的敵人 然後接一個滑鏟跳躍 轉向約90度 再靠上一集交過了蹲射來對付敵人 然後也成功雙殺 有獎爭達來咯 留言在影片貼文或是留言欄 就有機會獲得 絕地求勝因官方送出的實體 或虛擬獎品問題 請問今天教學什麼技巧呢 快點去留言吧 獎品應該是很讚的哦 最後 各位這部鴨瓶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瓜肉 G-U-A-L-O-W 瓜肉 瓜肉 同時也歡迎追蹤 絕地求勝因的官方粉絲團 與官方頻道 我是瓜肉 再見 拜拜